2003年 湖南一对双胞胎姐妹被人遗弃在福利院 两对来自挪威和美国的父母 在一年后分别领养了他们 然而领养时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其实还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福利院也刻意隐瞒了这个事实 即将飞向地球两端的两姐妹 此生原本不会再相见 没想到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挪威的爸爸在办理手续前一天 忽然身体不适 只能推迟几天地再去办理手续 于是在办理出院手续那天 两对父母奇迹地聚在一起 人群中一抹鲜艳的红 吸引了两对父母的目光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两个孩子不仅穿的一样 就连长相神态 动作都是一模一样 甚至收养记录的许多信息都是重合的 这样两对父母都难以置信 他们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 就是两姐妹是一对双胞胎 于是父母们拜托导游去询问孤儿院真相 但不知出于何种任务 孤儿院拒绝承认姐妹俩是双胞胎 无奈之下 两对父母打算去做一个亲子鉴定 不过等结果需要时间 而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时间了 于是他们互相留下一个联系方式 便各自回国了 临别前 挪威的女孩紧紧抓着姐姐不肯放手 但两姐妹最终还是天各一方 一眨眼一个月过去了 两对父母都收到了检查结果 姐妹俩的确是双胞胎 这对于姐妹俩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不仅有了父母 还多了一个亲生姐妹 但两对父母都害怕孩子知道真相以后 情绪会出问题 都心照不宣地隐瞒下此事 直到孩子懂事后再告知真相 挪威父母给孩子取名叫亚历山德拉 在挪威的一个小镇里长大 这个小镇只有234人 远离城市的工业污染 是一个冥想修气的绝佳场所 在父母的包容支持下 亚历山德拉度过了自己最纯真美好的童年 他学会了野外滑雪 习惯了吉昼和吉夜 也喜欢上了这里的山川与河流 他与飞鸟羊群为伴 喜欢在山野田园间独自探险 或是拉着爸爸送他的小马 他曾救了一只受伤的老鼠 与他成为了好朋友 同时亚历山德拉也是勇敢无畏的 即便是很黑的小鹿 他也敢一个人走着去上学 一人种的小圣诞树 他一个人就能拖拽回家 而美国姐姐的生活模式则截然相反 美国父母给姐姐取名叫米亚 他们生活在加利福利亚的一个大城市 这里的治安很失乱 以至于米亚每次出门时 都需要父母给他保驾护航 有那么一点拘束 但米亚的童年是彩色的 父母竭尽所能地 给他丰厚的物质生活 还经常送他去各种艺术培训班 让他变得多才多艺 当然美国父母的教育 也不是枯燥乏味 爸爸妈妈便会带着他一起出去玩 有时候去自发组织的亲子足球 有时是去餐厅吃大餐 有时是去野外玩耍 美国父母都会用相机 记录下女儿成长的一点一滴 在爸爸妈妈的爱护下 米亚逐渐成长为一个自信开朗 活泼大方的小姑娘 尽管受教育的方式和生活习惯 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但爱让两姐妹都变得外向活泼 时光飞逝 两姐妹很快就来到六岁的董事年龄 父母便告诉了她们真相 她们在地球的另一端 还有一个姐妹 从这一刻起 她们就对那个血脉相连的姐妹 生出无限的思念 这对双胞胎姐妹出生后第一次说话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hank you I like your gift What? I like your gift Wait 雖然是双胞胎姐妹 但她们连交流都需要靠父母翻译 虽然被分隔在地球的两端 连交流都是问题 但姐妹俩从未停止过对彼此的思念 六岁那年 双方父母安排她们第一次见面 初次见面时 米亚有些拘谨地躲在爸爸身后 直到爸爸推出她 两姐妹才迎来人生的第一个拥抱 她们在美国玩得很是开心 也拍了很多照片 因为两姐妹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以至于连她们自己 都无法肯定哪个是自己 只能通过装饰物来辨别 两姐妹很快就迎来分别的日子 在约定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姐妹俩依不舍地告别彼此 这一次见面 不仅没有冲淡两姐妹的思念 反而让她们更深刻地思念着彼此 每当想念彼此的时候 他们便会给对方写信 述说自己的思念与经历 到了每年的圣诞节 他们也会互相继续领悟 并在礼物盒上写下对彼此的祝福和思念 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录像带 虽然姐妹俩不会见面 但她们却时时刻刻看到对方在成长 都能感知到对方的存在 知道亚历山德拉的宠物鼠逃跑以后 米亚送了她一只粉色的玩具鼠 很是可爱 虽然在挪威的冰天雪地中 玩具鼠根本跑不起来 但亚历山德拉还是十分地开心 她们对彼此的存在是相当喜悦的 在上英语课的时候 英语老师问她们姐妹这个单词 用英文怎么说 虽然被人抢答了 但亚历山德拉很自豪地说 我也有姐妹 时间一天一天推移 她们对彼此的思念却只增不减 她们终于迎来约定见面的日子 米亚为亚历山德拉准备了 满满一书包的礼物 带着积攒多年的期待和难以抑制的兴奋 米亚和父母终于踏上了前往摩威的旅程 一路上她的心情都十分忐忑 到达目的地以后 两姐妹就一眼看到了对方 她们兴奋地朝着彼此用力挥手 下车之后 两人忍不住跑向彼此 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是双胞胎姐妹出生后第二次见面 激动得难舍难分地拥抱在一起 然而等到了房间之后 语言不通的两人却又有些面面相去 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愣了一会之后 亚历山德拉仿佛想到了什么一般 拉着米亚就朝外跑去 她们手牵手一直跑 整个世界都充斥着 她们银铃般喜悦的笑声 她们跑到一个小湖边 一起跳下喝洗澡 在波光淋淋的水面 尽情嬉洗玩玩 这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 远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 起初亚历山德拉害怕米亚会不适应 毕竟这里地处偏僻 可谓是什么也没有 但是她发现这一切都是多余的 米亚很快就接受了挪威小镇的安宁 也接受来自亚历山德拉的炽热思念 两姐妹如交似漆的游玩挪威小镇 仿佛这些年来 她们每天都是这样黏在一起 她们一起去田野中放肆奔跑 一起去野外比赛骑车 一起去认识亚历山德拉的朋友 老人朋友们第一次看见姐妹 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对于亚历山德拉的朋友 米亚抱有极大的善意 而那张亚历山德拉准备了三年的床 此刻已经用不上了 两姐妹晚上都会如交似漆地睡在一起说话 便剧都聚不开 在两人如交似漆地聚在一起时 她们的父母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 美国父母询问挪威父母 有没有想移民去美国发展的计划 那里的物质生活富足 她们可以帮忙的 两对父母的初衷都是希望两姐妹 好好享受挪威小镇的田园风光 关注两姐妹的成长就好了 父母们惊讶地发现 哪怕是从教育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姐妹 却拥有一样的行为习惯 一样的说话方式 两对父母将这归结于基因的神奇魔力 也或许是基因的力量 才让两姐妹无论相隔多远 都能感受到彼此的存在 就像她们脖子上带的吊坠合起来 就是一颗完整的心 她们是彼此的另一半 心连着心 难舍难分 如果她们能生活在一起 肯定是彼此最亲密的姐妹 时间一眨眼就来到分别的时刻 虽然不舍 但两姐妹又不得不面临分离 因为她们还有各自的生活要继续 两个孩子一一不舍 哭得非常伤心 离别总是痛苦的 但我们也相信每次的离别 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见 这次分别过后 两姐妹都更加的思念着彼此 每当想亚历山德拉的时候 米娅就会来到海边 在沙滩上一遍遍写下亚历山德拉的名字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亚历山德拉 似乎也能感应到米娅的思念 她常常站在湖边 看着远方的湖水和天空 在心里默默思念着米娅 即便她们相隔万水千山 但因为有彼此的爱和牵挂 在漫长的岁月也将变得无比温柔 他们之间的缘分是歌手不断的 总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将她们连着一起 尽管两姐妹一直都在不断地相见又分别 但她们的每一次相逢 都会给彼此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两姐妹的年龄也在渐渐地增长 但她们之间的情谊不仅没有变淡 反而变得更加亲密 并通过与时俱进的技术紧密联系着 就如两姐妹在推特上说的那样 永远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虽然有时候相距很远 但是两颗星永远不会有距离 命运总是很奇妙地兜兜转转 她们依旧亲密无间 她们也都在继续续写她们的精彩原生